我们看一下昨天对北京队的比赛 在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北京队还落后八分 那么他怎么就在最后还反超反卖为胜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 在最后的五分钟 这个关键的比赛中 比赛的这个阶段 感觉就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我们发现 最后在最后一个阶段中 由于前面的球是让小外元吉普森来打 但是他在第三阶跟第四阶前半段 一直是由吉普森带队来打 打的效果都不好 比分始终在十来分 那么在这个五分钟的时候呢 就把吉普森换一下了 让此时让那个 大半员汉密尔顿上来试一下 试试一下 等于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反正吉普森也不行了 那么换换那个 换汉密尔顿上来试一下 试一下看播 而且呢 再一个呢 就是最近的比赛呢 经常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呢 是由这个 汉密尔顿在场上 因为汉密尔顿在场上的时候呢 一般对对方的内线 他可以造成 单打和单打的优势 同时汉密尔顿还可以投三分 他还可以拉开空间打侧影 让队友去攻击篮下 他可以就是说 而且他还具有一定的速度 还可以参加快攻 他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 他可以利用对方的 在不同层面上 利用对方的中锋的这个弱点 来一个是打你强打内线 第二个呢 打从外线去侧影 然后外线可以投三分 还可以这个打快节奏 打防守反击 快攻快下 但是呢 他打上汉密尔顿就有一个什么 有就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北京队的这两个后卫啊 不管是在CV中 还是在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中 他们都比较怕这个全场紧逼 一旦采用全场紧逼的时候呢 这两个后卫呢 就控制球 就非常容易丢 上一场北京队对山东队的比赛 就是这么输的 输掉的比赛 被这个山东队用全场紧逼 第一在关键时刻 大概也是在第四节五六分钟的时候 就是啊 就是也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反白为胜 那么 这场比赛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龚小斌没有在这个 呃 对方上汉密尔顿之后呢 他没有他没有这个展开全场紧逼 可能是他因为 他现在这个领先 他没有必要 他可能是这么想 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打球呢 但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弱点军 当那个对方上大外援的时候 你如果不挤鼻带的后卫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你不挤鼻带的后卫的话 那就那么就等于放任他去进攻 而这个北京队的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守 是向来是北京队的强项 你让北京队的舒服服的打阵地进攻 他把球打进你就很难打进 你就很难打出你的防守反击 看一下 那么回到这个球看一下 这球呢 这球呢就是 首先呢是由这个 找哈密尔顿 那个做一个 哈密尔顿跟专西都拉的外线 把他把他的这个大盖全拉 就是然后防朔去下顺 防守下顺呢 然后这个找哈德森 本来是防守这个 防守直小川的 他去爬底角 给底角做一个武器掩护 那么此时这个24号 是应该是换防了直小川 那么他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换 简单的换人防守 直小川 那个方硕去 给直小川做挂一股球掩护 然后他被挂住了 此时他这个24号 并没有去 及时的去防守直小川 他提上了 这不知道在干嘛 方硕去挂住 挂住 挂住这个哈德森 直小川空了 很明显24号应该换防 跟方硕产生一个换防 因为他本来是防防硕 本来24号是防防硕 这个哈德森防 哈德森防 直小川 那么现在呢 由方硕挂了一个武器掩护 很明显24号应该去换防 换防直小川 不知道他在 他怎么回事 他跑去上 他在上去了 这样直小川 投进一个空门 这个球呢 就显示出这个 时空队的这个 球员 这个24号王乳恒 是这个战术素养不够 露了露了一个干净 他对方并没有什么 因为北京队 这此时并没有什么 复杂的战术 就是一个无球掩护而已 无球掩护 你一个坏防守他就完了 因为这奥川虽然拥有非常非常好的身高 他可以具备 他其实是拥有一定的那个错位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由于这奥川本身的技术并不是非常好 你让他去运球的哪 他 他虽然有这种身体条件 但是他没有这种技术 他的成功率并不高 他就是空门 多空门还行 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这个4号的这个 热西身上 怎么会回来呢 他由哈德森来的 来的哪 哈德森要一个 要一个假的掩护 那么这会儿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刚才这球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刚才这个这会儿呢 那桃汉林好像并不在场上 有甲城在场上 替小哈林一会儿 那么他进来以后呢 哈德森一个突破进来以后呢 采 采用了一个那个 向右假看 真望左船 那么此时呢就是说 当 当这个队友 就是说 无球的时候 一旦发现这个 你的运动 你的这个队友吃球人 他是持有一定的 他是准备要传球的时候呢 那么你要 跑到你相应的 做一个 你要做一个无球跑动 最简单的这个 篮下的无球跑动 就是一个跨步 左脚一蹬地 然后右脚 右脚往前 左脚一蹬地 右脚 左脚一蹬地 然后双脚腾空 右脚落地 右脚在空中 往前迈一大步 接球 所谓跨步接球 或者呢 你右脚一蹬地 左脚 左脚往前 再双脚 双脚腾空 左脚在前一蹬地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 这个不管怎么说 你在你判断对方 在你判断队友 马上要传球的这个瞬间 一定要最起码要跨出 把这一步要跨出去 把这一步要跨出去 然后呢 游戏篮下的时候 你跨出这一步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篮了 那么这里边呢 显然 假成呢就是 在原地等待 他一等待了之后 就被这个 被哈密尔顿把球断掉了 没断掉就是直接 此时哈达森非常的懊恼 但是这个等于是蛮眼队友 我们看到这个 在关键时刻的这个配合 24号王主鹏换一去了 翻过来呢 还是 还是 由这个 还是由这个 外线打起 由这个 哈密尔顿跟 哈密尔顿跟那个 北京队的这个 专西 四号 五号位跟四号位 往外拉 同样的一个战术 那么此时呢 这个 刚才是 刚才是这个 哈达森 去 在防守 防守底线 现在呢 防守了 防守过来以后呢 换 换过来了 哈达森 去防防守 而这个 另外一个医名球员呢 去防这奥川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哈达森并没有去 哈达森并 那这样 这奥川啊 过来以后呢 这个医名球员呢 还是拉拉过来 然后给这奥川 还是给这奥川 跑到这边来 去登打 这个战术 北京队这个战术 是挺有意思的 他是实际上是 刚才那个战术的一个延续 如果你 过来还是 还是有利用这个 战术川的这个 上一个球是 给他直接挂出了一个空位 那么这个球呢 他这边的这个 换防防守呢 跟过来了 没有说那个 给你让你产生一个 直接上空楼的机会 那么就 此时呢 就把球交给 还是这个战术 就要转到右侧来 把球交给 把球交给这个战术 就战术川来对他进行三打 怎么知道 战术川这名球员呢 他 就他的身体素质而言 他在三二位上 基本上都是处于 战非常的 都是一种相对于 类似于错位的一种状态 他都是有相对优势的 那么此时呢 他就可以被打 被打以后吸引包夹 吸引包夹以后呢 此时呢 这个哈德森漏掉了 这个外线的方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走位啊 由哈德森防守方术 那么 然后呢 4号位 转给4号位 4号位呢 跟 这里边跟方术挂了一个 本来是由这个 哈德森去防守方术 然后呢 这个球员球员呢 底线的前空球员呢 去防 山东这个3号位 去防这个 防这小川 然后呢 这里边没有产生 他这个跟方比较及时 那么此时呢 这个哈德森就走神了 他 没有及时的去追防 这个 他没有及时的去 追防方术 跑过来 跑过来协防 协防 这个哈德森 跑去防 过来协防 哈密尔顿来了 那么此时呢 这个 这个 这号川转过来以后 因为他去协防 协防 那个 哈密尔顿 所以呢 这个外线的这个 方术就成了这个 所以他现在原有的这名球员 贾成 防守 防守 而这个 这个哈德森呢 去 过来防守 哈密尔顿 然后贾成呢 过来准备包夹 包夹这个 这个 呃 赵小川 那么由这个 贾成 防守的这个 汉密尔顿 就由这个 哈德森 产生了一个轮转防守 把它防住了 那么这样呢 就原来 由这个哈德森去防守 防术的这个 这个位置呢 就产生了一个空灯 此时呢 就是 赵小川呢正好就是 把这个球传过去 这个球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 等于它是上 嗯 上一个战术 是同样一个战术 等于它是 上回呢 就是说这块战术呢 挂一个掩护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个 空囊给挂出来了 就这样 挂了一个空篮 而这个球呢 就是说 他转过来以后呢 这个空篮没跑出来 没跑出来之后呢 那么他们就进入到 这个战术的下一个阶段 由这个 刘小宇 转移到这个弱侧 从弱侧 从弱侧 由这个 赵小川从底角 拉到 拉到这个 弱侧的这个 肘区 然后呢 由从这块展开单打 展开单打以后呢 第一选择是选 第一选择呢 是 嗯 如果说他不包夹 那么我就直接打 他过来包夹 我第一选择 主要是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呢 被这个 呃 原来防守防守方硕的 这个 哈德森 轮转防守 防守到位 那么此时呢 我就传给 传给这个 方硕 方硕就是传是传成了一个空张 那么此时这会儿 哈德森再去 补防防防守 方硕就来不及了 让由方硕打进了一个干脆漂亮的 干脆利落的一个空位三分 我们发现这个球呢 主要是利用了这个 还是利用了折耀川的这个 在底线的这个 在低位的单打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折耀川是一个就是身高 和体重 和体重 它实际上是比那个 一个普通的三号位球员要 又身高 体重都要高 都要壮 它具备硬度的单打能力 这里边呢就是 如果它来到哪的话呢 那么那个 一旦你去包加的话呢 那不免就是故死失彼 这里边又是 又是那个方硕 哈德森是 这场球呢 发挥的非常的不好 他可能是体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这个高强度的比赛条件下呢 他这个 失去了这个 对这个球的这个 良好的这种 敏捷性 敏捷的这种机敏性 然后被这个 这个球呢被 被方硕拍了一个正着 这下等于断的非常漂亮 也没犯规 被 在你这个 不知道在拉球 拉起的一下呢 这一打 轻轻的一打 打到另一侧 然后 被这个断下来 这等于是那个方硕的一个强项 方硕的一个强项之一 就是他的抢断 打 挤住了之后 然后再去上篮 非常的 轻松 从抢断到上篮非常轻松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这里边就是由方 由方硕发起的这个进攻呢 他这边搅动了这个神龙队的防线 然后呢 再给刀车创造出了断打机会 反过来的防守的时候呢 追击刀车的 刀车的这个 空而投进 然后反过来呢 又创造出了这个 头儿的强顿的机会 成功 这样的话呢 本来落后8分 这瞬间呢 就追上了 这样看到瞬间就追上差一分了 这还是哈特斯坦担打 哈特森运球来发动机攻 这个球呢又产生了一个失误 搓进搓出 传到了哈特森手里 哈特森强行投篮 没进 我们发现这个球呢 刚才这个球 这个球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哈特森去 突破 去突破 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突破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 哈特森突破进来以后 然后这个 专息去补防 那么原来防守这个 原来的他这名外线球员呢 这块就产生了一个孔当 那么我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一旦你发现你的队友 传球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的队友准备要传球了 那你应该产生一个 那么在 在这个时候你应该产生一个移动 避免这个让对方呢 轻易的判断这个 运动判断 判断 传球者的这个传球路线 那么 很明显他这会儿应该往这个 往这个地方的反方向往他这个地方去移动 一旦他移动过来以后呢 到这个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这个扎小川就很难很难去补防了 由于他这个角度不好 往回往回传 而且是在原地等待 这样就被这个扎小川判断了一个正常 我们知道扎小川的抢断也是非常的 也是他在MBA立足的一个 呃 常规武器 抢断一个不进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 哈德森这个在这几 几个回合之中呢 表现的都不是非常的好 这有两个传球都出现了失误 还有一个抢断 那么这两个传球呢 一半是因为哈德森的这个原因 另一半是因为队友的 跑动不积极 也不是说跑动不积极 就是说没有在最合适的时机 把这个把这个传球的一个点跑出来 那没有没有抓 传跑时机 没掌握好 我经常说这个就是传跑不默契不默契 那不默契的 为什么不默契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 无球运动员那个无球走位不到位 无球走位不到位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呢 你如果无球走位是到位的 那么就是传球到位不到位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 它不出现在传球者身上 它出现在这个无球走位 没有到位 这个问题上 即使没有走位 无球走位不到位 那么你这个传球呢 毕竟是你传球者的失误 那么也是 所以说你传球者占一半责任 其实应该是一大半的责任 应该是在这个无球走位上 那么看到刚才还是这个 还是跑这个战术 过来以后 五号位跟四号位拉上 然后呢 此时呢 方数跑到底角 然后由刘萧宇去找这个 找这个谁 找这要川 给这要川做无球掩护 无球掩护 无球掩护挂过来以后 并没有 造成这个 他这里边无球掩护呢 他俩呢 也没换人 也没及时换人 这里边呢 这个 吹了一个那个高石岩灰肘 其实这个球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船子没有必要啊 一个是灰肘没有必要 在一个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 学校的犯规 没有对比赛造成什么那个实质上的影响 也可以不锤 因为篮球毕竟是 一个一下允许对抗的一个 不能说完全一点对抗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是又是方硕 那么看到这个 发 发底线球 给方硕以后 哈密尔 哈密尔顿上来在 湖底做了一个 湖底做了一个掩护 然后这个掩护 这个质量非常的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这个哈密尔顿 挡住了以后 就是所谓的先挡后动 然后挡住了以后方硕再启动 这样就把它完全挡在了身后 而且这个 在 在它完全挡住身后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 一个交叉部停住 一个交叉部 一个交叉部急停 由于这个此时托二林根本就没上来 它在 它离这个地方 在两步 在两步的距离呢 这个 就 由这个方硕直接投 它就是上不来了 我不知道你要想 应该是 在一步距离比较合适 你根本不防方硕 那么方硕在这个 牛角区的中头 就是挂一个掩护之后的中头 是非常非常准的 有点像当年的托尼帕克那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这种球呢 由于这个 陶和林的防守的问题 你防守的时候 必须依据对方的防守 必须依据进攻队员的特点 去选择你的防守策略 那么方硕此时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突破呢 它没有那么细 它没有那么细的一个 一步两步的这种突破的能力 它都是拉开了距离 翻来覆去的 翻来覆去的运球 这样去突破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由于这个方硕突破能力 就是这种 小巨小范围的一步启动能力 非常的差 而且它的中头能力非常的强 这个地方你一定是放头 防头 是第一目的 然后呢其次它还是防 它还是防突破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去补 这个 就说这个 陶和林的一定是过来先守防 方硕的这个中头 因为方硕在这个右脚的 右脚的这个牛脚位 中头是最准的 它对于方硕来说是最准的一个头篮区域 比它的三分啊什么 甚至比它的上篮都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够让方硕在这头 至于说这个 汉密尔顿下下防 我上来去补你 去铺你的这个 投篮的时候 那么 汉密尔顿的下顺 那么交给这个甲方 交给它的甲城去轮转防守 这样来防守 你不能够说这个 把它完全的放防守在这个 牛脚位置的来投 投篮 等于是你让让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强项 这是不行的 我们打球就是要 遏制住最高的强项 让 让他去那个发挥他的弱项 比如说方硕方硕的弱项就是 面对 面对大根以后呢 他老是那个下运 运完了以后一个后仰 后仰跳投 这是他最不准的一个方式 就应该让他这么大 而且方硕的全球也不好 全球不及时 你只要把他的第一点 第一点封开以后 等待他犯错就可以了 这个球呢 陶瓦林的球伤不够 他没有把这个 他没有做他最应该做的事 就是把这个方硕的这个点封住 去干扰这个方硕的这个中头 他没有去做 那么就是 方硕用他 用他非常最稳的那个 一个投篮点 把球投进 这样的北京队已经翻回来一分了 而这个 盛中队的一分没得 此时阿德森就是刚才 连续的几个失误已经影响了他的心态 那么这个球呢是直接要了一个掩护 赢着汉密尔顿的防守直接就起跳 那么这个球能够可以说是他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来以后呢 上来以后呢 汉密尔顿已经防在三分线外了 你还去直接 你还去直接去投 大个既然拉出来了 那么你应该坚决的把他过掉 坚决的突破他 大个在三分线附近是大个最难受的一个区域 他虽然去 他此时只是防 而且呢他还上来防你的头篮 你还偏要投 那么就最不明智了 因为他 大个在三分线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突破不行 那么此时你还不突他 还偏偏要 这个 顶着他的防守 因为大个的这个在三分线 防投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可以罩住你 你要是而且呢 就是等于哈德森选择了 选择了让对方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而回避掉了自己的劣势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 5号被拉到三分线 对于小块来说 你必须要过 过大个非常好过 就是一个左右一个变向 然后呢直接动向一个加速 一个横向的一个横向的运球晃动 加一个纵向的纵向的加速 大个就很难防了 这个球呢 好在没有发生快没有产生快攻 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征求 我们来看下一回合 还是防守发去进攻 还是刚才这个战术 我们发现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充分的发挥了 北京队就是充分发挥了这个 但是呢这个战术呢换了一个人来执行 同样一个战术 由赵小川拉到高位 还是由刘潇宇去 还是由这个方硕 去 到底角去给这个 去给这个底角的这名球员做 做无球掩护 但是此时呢 只不过这个人呢 由这个赵小川呢 变成了 汉密尔顿 由这个方硕挡住这个小鲨鱼 由汉密尔顿去往南下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方硕的这个回房呢 有点早了 他没挡住人 汉密尔顿过来了 汉密尔顿过来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方硕提前呢 就去胜拉了 就说方硕这个挡人的时候呢 他一挡一拆 拆得过早了 汉密尔顿还没到南下 他就直接拆下去了 等于又让 就让这个 曹阿林直接的 直接的一个 回位 又防回了这个汉密尔顿 让我们知道 刚才这个战术就是 如果说 赵小川到南下 空栏没有 那么他会拉到反向位置 反向的一个低位 然后呢 传给这一侧 由反向低位做一个单打 我们看这个球呢 就是这么个意思 只不过呢 这个 汉密尔顿跟那个 交川互换了一个位置 一个空栏没跑出来 为什么没跑出来呢 因为方硕的这个上拆太早 那么这样呢 就是由这个 呃 传给这个交予 再由这个 汉密尔顿来单打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 由于汉密尔顿 具备篮下单打能力 所以他打这个陶汉林呢 造成了陶汉林的犯规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 应该说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陶汉林 我们看陶汉林这个球呢 没有必要压得那么紧 因为陶汉林此时 陶汉林此时 他的他的这个 嗯 起跳是 斜的起跳 我们知道斜的起跳 一旦产生 身体碰撞 那么就要吹你犯规了 此时就是 不要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 如果你要跳的话 也是垂直起跳 要不然就不跳 双手高高举起 不要下压 不要起 双手不要产生前压动作 他们这里边呢 就是 在这个地方 它产生了一个前压动作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前压动作 怎么说这个球呢 哈密尔顿打的呢 其实 也不是非常的好 他这个后转身实际上是被 已经 他这里边应该是 就是说一个交叉部运球 直接就 直接就转过 然后他这里边 然后停住了以后 然后再再转过来 这样这种球 基本上没什么威胁 停住了 停住了以后 然后再转 站住站定了以后再转 你只能去后仰跳投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哈密尔顿就是说 他打这个 背身单打 他就是 技术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不过怎么说 这又是造成了这个对方的犯规 我们还是 回过头来 山东队还是 由后卫 担担 那么这个球呢 就是说高士岩 跟 上一个球的 那个 哈密森 出了犯了一个毛病 这个球呢 由高士岩 接球 哈密森打的不好 由高士岩打一打 高士岩的挡拆 挂出来 挂出来一个空档 面对这个大中风 大中风 出来防到三分线 那么此时呢 刚才我说的一个 一个那个后卫 面对大中风 防到三分线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突破他 而不是赢了他 而不是说在他 赢了他的防守去投篮 因为大个儿 防防头是可以的 这是大个儿的一个身体优势 身高必长嘛 他防到三分线外 防你的头篮是可以的 但是呢 防突破 大个儿就是最大的一个弱项 此时呢 我们打球就应该抓住 对方的弱点来 紧紧的 紧紧的去抓住他弱点打 他既然来到了三分线 那么你就应该坚军的突破 我们知道对付大个儿 小个儿对付大个儿 一个急性跳投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大个儿可以那个 大个儿身高必长 你虽然急性跳投 创造出了一定空间 但是他还可以 那个 干扰道 这个球就是如此 我们大个儿最怕的就是 你先一个左右晃动 然后再一个纵向的一个加速 最怕的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他的总横移 相比小个儿以来 他呢 大个儿横移和纵移都不都不够快 那么这样的一个 本来呢是占优势的一个错位灯打 没打成 然后呢 选择了一个赢着赢着防守的一个 硬投 面临大个儿的球员 面临大个儿的球员去硬投 那是最最差的一个选择 自己没打进 反过来 让对方打快攻打进 那么这样礼拜里就失掉了四分 失掉了四分 该得两分没得着 该失掉两分 我们看到这块呢 就是打出了一个方 方朔 这好车 哈密尔顿打出了一个经典的三打二 那么快攻呢 三打二一边传给另一边 然后呢再回传给中锋 由中锋扣来 这球呢 就是最为经典的一个快攻 还是交给哈登三打二 刚才那个球就是哈德森去抢头 哈德森抢头 然后呢 由高尔顿抢头 换回来 这边还是挂一个掩护 没挂出来 还是由这个哈德森去抢头 我们看到哈德森在这个刚才这个球中 准备做一个掩护 让对方上来做大掩物 他直接利用掩护做一个 甲右针左的一个突破 过来以后这里边高尔顿的跑位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旦你判断这个 就此时高尔顿这个位置 一旦你判断这个对方 就我的队友 队友那个收球了 那么他一旦他收球 你一旦就应该显然的无球走位 那么此时防守这个刘笑宇去防高尔顿 刘笑宇呢 这里边显然是他去准备包夹 准备包夹这个哈德森 然后呢 同时兼顾高尔顿 那么高尔顿要想破开这个防守呢 你就必须得跟那个哈德森拉开空间 拉开距离 然后这样你才能够避免让让这个 刘笑宇人球兼顾 换句话说 就是当发现高 当发现那个 哈德森准备穿球的时候 高尔顿应该继续继续的向远方去移动 那么这个球呢 他的五球跑位又又又没跑出来 哈德森直接抢头不进 这会儿呢 由落后8分到领先4分 这会儿此时已经翻回了12分了 而这个山庚队一分为德 那么这里边呢 又是又是这个刚才 这要穿落位底角 然后呢 等于是汉密尔郡 马上提到这个四树肚角 由这个刘笑宇夏顺 跟那个 先跟 先跟周恩西 四树肚位做一个五球掩护 然后让周恩西在高位 拿到球 此时的底角的这个 底角的这个 这小川呢 本来是前面几回合都是都是从往地线走 那么这会儿呢 由这个 由他的这个 队员呢 做一个五球掩护之后呢 他往上提 往上提 然后没有机会 就转交给汉密尔顿 由汉密尔顿再展开灯打 此时呢 转过来的这个 方数 产生 产生了一个那个空位 我们看一下这个空位是怎么来的 他 这是方数 那么由于这个方数本来是埋伏在右侧底角 那么当那个周恩西在高位 拿了球以后 然后传给这小川 这小川 调给 调给这个 汉密尔顿 那么在另一侧的时候 刘晓宇上来 顶 换换 换到这个 原来方数占球的这个地角三分这个位置 然后方数拉到中间湖顶 这样呢 由于这个周恩西在低位的这个地方 给把他这个 利用他的这个 跑旁路线 把里哈德森挡住了 然后没有 然后这个 方数 投了一个三分 我们看到在最关键的时刻呢 这个北京队的这个战术实际上都打出来了 而且呢 履履成功 反国外山洞队 打球呢 都是靠这个 个人 一个挡拆过来之后 面对大中风的防守直接投 而没有打到真正有效的一种配合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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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是如此 哈密尔顿继续上拉做测应 之前都是他交给 把球呢交给这个 由这个 外线的这个 专专业 拉到三分线外 有这个45度角的哈密尔顿代码就传给专业 那么此时呢 对方的防守队员采用了一个 采用了一个 对大个球员的一个 不好的一个防守策略就是在高位去绕前 一旦你高位绕前了以后呢 我只需要一个篮下反跑 就可以这个 投一空篮 那么由于的这个 哈密尔顿跟那个4号位 周恩西 都在外线 所以内线就是一个空档 如果你一旦传一个空档传进去 那么基本就是上空篮 这个球就是如此 时间来到一来到一分钟 嗯1分10秒 然后北京队已经领先了5分 相对的相对的打法 相对的打这个球呢十分的 打的思路上 球打的思路上十分的勉强 我们看到这个球就是交给 交给这个 交给高士岩去单打 那么高士岩在打这要穿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 最强的点实际上是在奔篮下去 他呢又是选择了 面对大个的防守 他又是突破不坚决 又是又是选择在大个的 封盖下选择墙头 那么这个效果非常不好 不住 这会儿就是然后呢 北京队经过 还是把球交给提上的这个 还是把球交给提上的哈密尔顿 哈密尔顿看那个 哈密尔顿看那个陶瓦林离的比较远 所以直接起了一个 直接投了一个三分 那我们知道 这种球呢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因为对方的中锋呢 没有防出来 他放你投 他放你投的话 你如果再不投 那么就白白浪费了一个战术机会 那么此这个球呢 哈密尔顿投出去了 但是没有投进 看终于 在那个 在那个 那我们知道就是 发动快攻的时候 就是 嗯 一个常见的方法就是 抢的前场篮板球 抢的后场篮板球 后场篮板球抢到以后 直接推快攻 放给小鱲鱼造成了 小鱲鱼造成了藏规 我们这个球呢 终于被 终于 这山洞队在还有39秒的时候 发动了这个 发动了这个 防紧闭 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由六小雨传给方硕 方硕运球到前掌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 在高位 距离三分线 还有 嗯 两步的时候 他直接采用了一个 启动突破 传给 传给这个 他的这个 大外 哈密尔顿 由方硕发动的一个 哈密尔顿造成 他里的犯规 对 他里的犯规 对 他里的犯规 有了 在 落后 五分球 还有23秒 此时如果你不强 投三分的话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他这样球呢 哈德森手感 手感是真不行 嗯 那么这样呢 比赛就进入到垃圾时间 最终呢 神灯队输掉了一场比赛 嗯 总结一下就是 神灯队在没有 神灯队在对方上大员的时候 没有抓住他的这个 呃 防守漏洞就是怕紧离 这个这个现象 对对方 对这个北京队 他去紧离防守 他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 那技术对自己最有利的一种 呃 策略 一种那个 战术策略 防守策略 那么第二呢 就是 等于 让北京队充分的发挥了他自己的长处 那这样一个充分发挥自己长处的 北京队 那么神灯队是 比较能比较难办 如果不必然在 第第四节的时候 北京队依靠着强大的 进攻跟 就是强大的这个半场进攻能力 和这个半场的防守能力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比分搬了回来 并且反败为胜 一方面的是 北京队的这个 关键时刻的战术的选择呢 比较比较那个 正确 就是把球交给一个 内线 交给这个哲耀川 到低位去打 然后交给这个 汉密尔顿到低位去打 中文发挥他最强的点 然后呢 给队友创造出空位的机会 这个就是 北京队的这个 半场进攻的这种 强的强点 就是半场进攻的优势所在 就是因为他的他的两个强点 都具备的能力 一个是汉密尔 一个是这个 赵小川 别人在空位接下来呢 如果你抱架的话 别人在空位接到球呢 就比较 容易了 就是你该干什么的时候 不干什么 就会受到对方的 就会受到对方的 就会受到对方的惩罚 那么这场球呢就是 山东对 给我们的那个 看着总结出来的一点 一点那个经验 一点这个看球的感受 我们这样就先说到这 北京队就是这么赢 这么赢下的山东